不斷面交通的事項 所以我們在做金融子妹妹你要負一個責任 第一個就是每一週你要做這個記錄 等一下內容我們會講 這個是你的責任 每一週要做記錄 第二個 這個記錄的內容在牌裡面 你抓住一點時間很短 也許只有一分鐘 把這個內容跟金融子妹要分享一下 第三個 你要把這個成長不能要交給定因人 這個定因人其實就是屈服者 要交給屈服者 屈服者他們需要看 因為屈服者跟負責弟兄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每一個牌都去跑 但是最起碼有這麼一個記錄 他就了解我們牌裡面的蒙恩的情形 或者說我們需要幫助的地方 所以這個呢 需要你在主日聚會晚上之前 就交給定定人 並且提出有沒有必要交通的事項 好 那麼我們現在翻過來 關於這個第三頁跟第四頁 這裡關於牌聚集成員的名單 這個名單包括現有聖土 包括新增聖土 還有福音朋友的名單跟他們聯絡的電話 這個現有的聖土 請你注意 就是指責現在參加牌聚會的弟兄和姊妹們 請你不要把他住在台北的 他的親戚 他的兒子 偶爾回來的 這個都不要列在上面 不然的話你是永遠不夠用的 懂的意思嗎 現有的就是指責現在在排聚會 有參加聚會的弟兄姊妹就可以了 這個不是生命策 不然有時候沒有列在上面 這個人就在超越生活被排除了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要講實際 現在到底有幾位 你就寫幾位就可以了 當然你可能超過十六位 可能現在排的人超過十六位 也有可能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自己想辦法看怎麼樣 再都停 也許把這個新增聖土沒有那麼多 你把這個調整一下就可以 我想你自己想想辦法 原則上面現有聖土 不要把在外地的 這個戶口部裡面有的全部都 不需要這樣子 好不好 那麼新增聖土就是指責 現在參加主路聚會 他沒有來的 你邀約來的 那個叫新增聖土 這樣大家懂嗎 當然有的時候 他現在主路聚會也沒有 但他直接來參加小排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啦 那福音朋友就很清楚 就參加我們排聚會的福音朋友 那麼這個名單呢 幫各牌都能夠建立起來 不僅有姓名 而且還有電話 這樣我們的聯繫上才方便 好 現在我們呼喚到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排聚集的這個紀錄 第五頁把它說出來 這個排聚集的紀錄一共有十個點 第二個點是日期跟聚集的地點 這個只要填準確就可以了 你日期不要寫錯 地點也不要隨便寫 你在哪裡聚會 在某個弟兄姊妹家 你就把它寫清楚 那個聚會的時間 大概幾點幾分到幾點幾分 大約 大約 如果是聚會結束之後 有少數人留下來交通 那個不要算在裡頭 懂的意思嗎 主要是你們聚集的時間 好不好 參加成員 弟兄幾位 姊妹幾位 朋友幾位 家總要寫對 這考驗你的數學 你另外不要2加2加5 你還寫成3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個紀錄部 子妹們來寫比較新鮮 譬如說朋友這個數學比較差 那麼第四個終點呢 關於追求主話享受的情形 就是那天我們這排區會裡面 大概情形怎麼樣 大概分成3種 有的就是說 那天大家都沒什麼話講 你看我看你 那就需要加強啊 對不對 還不錯 大家都有聲言 滿普遍的 真的非常熱烈 你就看看那個情形 這個不需要跟別人去比 就是你自己排裡面的 你自己的情形你自己觀察 第五有沒有彼此關心 有沒有彼此帶導 有你就答有 沒有什麼原因 可能你們今天沒有時間也有可能 對不對 讀經的時候讀得很慘長 都因為不夠用了 有沒有彼此關心 那你要把那個原因稍微注意一下 第六有沒有福音朋友來 有來或者說有沒有人去接觸 或是沒有 第七排成員每週至少一次 彼此澄清有幾位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把我們排裡面都有姿妹 不僅有參加排劇集 很重要是排生活 排生活的指標就是 我們有沒有彼此澄清 所以彼此澄清不是你個人的澄清 但是我們鼓勵你有個人澄清 我們這裡所強調的是 彼此澄清 那個次數呢 為了方便統計 每一個女優姊妹時間心願不等 只要有一次就可以了 至少有一次包括一次 這樣懂嗎 請問你不要照著你的標準 每天澄清才可以算 那是你的標準 我們現在是全價位的標準 從最低開始 只要有一個一星期 彼此有一次就可以了 就算進去了 這樣大家有沒有 明白嗎 是 那麼還沒有彼此澄清有幾位 這個主要目的就是要鼓勵 要鼓勵 最好這個地方沒有彼此澄清 慢慢慢慢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就最低音 那是最好的 換句話說大家都有彼此澄清了 那你這個牌就復興了 在主要聚會裡面 你就不會我看你了 沒有話講了 大家都有享受嘛 對不對 好 第八 排成員沒有參加者的原因 即關心邀約 下週排聚集者 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是生活裡面有沒有關心 就是我們排聚集裡面的成員 也許今天他有事沒有來 我們要了解 沒有來誰下一次要關心他 邀約他 因為可能你的時間你的地點有改變 現在我發現有些的牌沒有這個動作 所以你這個牌裡面 來跟沒有來是差不多的 沒有人關心也沒有理 那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要關心到每個地方姊妹 或是福音朋友 他今天為什麼沒有來 那我們要有人請關心他 比如說今天陳寧修華姊妹沒來 沒有出席 他隨機關心 陳龍方拿電話 那我就負責拿電話 要告訴陳寧修華姊妹 下一週我們聚會的地點歡樂 那或者是關心他 為什麼你今天沒有來啊 是不是家裡有什麼事情啊 要在愛你的關心 那這樣我們這個小排啊 就滿了這個愛裡的這個神聖 流通這個神聖的愛 所以沒有出席者是誰這個名字要寫出來 水晶關心也要寫出來 都要很具體的 不要模糊的 不要模糊 第九是其他 看你有沒有其他需要記載的 第十是叮嚀人或提醒你關心的交通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成長庫交給這個區戶者 他們會在上面 他們在愛裡有一些彼此的關係 會有一些提醒 那這個人也是叮嚀人跟這個提醒人他們要寫的 那下面最下面聯絡人請你簽名 你每週做完紀錄以後簽名 那麼這個排的聚集的紀錄部呢 好像你在排聚會的時候呢 抓住時間就可以把它寫一寫 就可以寫一寫 不要等到回家 就在排聚會之後呢 最好你就完成這個動作了 除非你忘記帶 除非你忘記帶 大概內容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最後呢 請你翻到最後一頁 就是33頁 主席人數的會總表 這個就是請你把每一週你聚會的總人數 把它撐過來就對了 那為什麼要設計這個會總表 就是看出你們這個排啊 有沒有聚集 有沒有成長 假如從第一次第一週開始 你們這排聚會就是十個人 你寫到第八週變成九個人 那表示什麼啊 你這個是有點往下滑 填到第十二週變成五個人 那表示你這個排啊就倒倒牛啦 不僅沒有成長還萎縮啦 對不對 那假如說你從第一次到第十次 通通都是十十十 表示你很穩健但是沒有成長 十個人大家都捨不得離開 其實這裡就十個人 聚了十年你還是十個人 那像這個就不對了 這個數字是告訴你的一個排啊 到底那個溫度啊夠不夠 懂得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非常的重要 好 那麼這個原則上我就是把 我公司做得到 但是我公司做得到